哦 哎呦我操 我操 哎呦我去 你不怕我嗎 天黑請閉眼 修爺吧 修爺 哦 哎呦怎麼又是平民呀 天亮了 開始競選警長 12號玩家請發言 上警長點名願家的 剛對發言沒什麼可以聊的 警下的牌呢就別吃一票都值得啊你們 好嗎267這個時離線了 後這位能發言的人 就盡量拖多點時間看這個時能不能回來 不然缺個好人牌我覺得差一票 我也不知道他是個好人 反映一下遊戲體驗看能不能等到回來 十一號玩家請發言 警下呢有267十四張牌 現在我覺得可能有一狼吧 一狼到兩狼這種國籍 前這位發言也沒什麼好說的 12號呢這裡我一個行為 讓我這裡也拼好一點 就是說他想等這個10號這個後面人多聊一點 等這個10號回來 第二個發言也沒什麼好說的 9號玩家請發言 聽別人發言吧 反正差一票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有待上去吧 是一個讓別人質疑的點 但是十一沒有點出來的話 十一可能不太好 但因為十二的發言可能是 稍微存在一些漏洞在裡面 總歸他那個差一票的那個問題 有的時候會引起其他好人的那個 往多了想 所以十一號沒有說那個東西 並且說十二號稍微偏好的話 我覺得那個十二號可以容忍 但是十一號可能不太能容忍 開個十一開個三吧 驗的六號玩家是 十一號玩家告訴我 警察開了匪徒 我怕他那個位置 我為什麼第一警察開這個十一 我怕他那個位置拿了張大哥 告訴我警察最少一個狼到兩個狼 我要這麼聊我也不所謂 你們給不給我投票 我都無所謂 我是這麼認為 但如果十一號玩家底派是個好人呢 那就是好人呗 我也無所謂 聊一聊六月前為他摸這個六 我本來想摸這個二 這麼性感的什麼蜘蛛俠 第二個這個 我想六號玩家也挺好看的 後來選擇六二玩家 六號玩家等級比較高 我想摸個狼人 我想跟他來一場邏輯上的碰撞 跟他battlebattle 為什麼開三呢 我因為後日可能開了大量的飛頭 所以我那個位置去壓井上 二七我就不壓了 他們那個位置都給我投票 投了一投票 就自己從狼坑裡往外爬就好 我也不管 五號玩家發言 上景來點評遠家的 九十一十二說實話 沒太聽出哪張牌 可能我覺得特別像好的 之前我可能就會 對井上牌聊的比較多 我能聽出一張好 或者聽出哪張有點像好 哪有點像狼的 但今天這局 九十一十二我沒聽出哪張大概率的好人 也沒找出大概率的狼人 那我就聊聊你八號吧 你聊的那個新歷程有點認同 我可能能理解到你的心理 當然說也不是說 非得這個老色批才能理解 但是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你的這個發言可能有點佛系 就是說是好人就好人 你這個可能有些人覺得你這有點佛系 不是那麼強勢 但你這新歷程我覺得你還蠻像的 打一個七十五分吧 四號玩家請發言 我發現好巧啊 嘿嘿 好像上一發也是 那個石像鬼拍到有點厲害 我裏面還是個好人 我沒有聽出來八號玩家 是還是不是 但我覺得五號玩家是好人 先保護一下這隻小豬 別都沒了 我是個好人 三號玩家請發言 我不是預言家的就是一跟八了 但是我聽八好像是有說過六叉叉叉的 但是還是我聽錯了 是聽一發言 一號玩家請發言 一號預言家二號叉叉 第一張九和六去開張六 為什麼開一張六 因為我一號牌是作為前置位 變成變角位的預言家 我二號牌一張三 然後六號牌作為前置位 也是變角位的預言家 所以說我個人對變角位的情節 有一點寧可信息有或個信息五 所以說我第一張九和去開張六 第二張九和去開張十一 我是想著我是作為一個前置位的預言家 所以說我先把強軍的格局打開 張十一號牌警惠六我是打的 只不過今天是第二軍會票 只能說讓十二號牌遊戲 玩家形態也比較好 想等讓十二號牌回來 驗出來六號牌如果是個場上的話 那我對你T12的話 應該是敵意不大 如果說 如果讓六號牌是個精髓的話 那我對你T12的敵意應該很大 一一聽就是幹嘛 我希望我能吃到警惠 開始警掌投票 我吐了呀我唱 哎不對 牛逼啊 牛逼啊 警下四張牌全氣票 我操 哎呦我操 我操 九號玩家 沒反應過來咱是狼呀 我吐啥呀 二號氣票也投二號 其實可能偏心於8一點吧 但警上聽8的發言不太好 他發外言以後給他標了個狼 但是一號發外言以後 我是更接受不了了 一號牌給二號牌發了個叉叉 二號牌沒把二號牌上票 那跟任狼有啥區別 那直接把二號牌投了唄 八號玩家請發言 哎呀投二唄 投二唄我也不心疼 我也不心疼 我也不心疼這個二 他自己投了一上票 我不心疼我一打十一 我心疼誰呀 不知道你們警下的牌 在不在啊 七號玩家和六號玩家 你一會兒離線一會兒不離線 你不在我邊六號玩家 你精髓也好 我只是你告訴你 你們信不信我是原家無所謂 我只是告訴你 六號玩家是個好票也不投 那你在警下干嘛 投完二明天我再起來 我給你們能驗 幫你驗一天人 七號玩家請發言 不是啊我是活人啊 那個我我我欺負 我欺負一身的 那十號玩家不離線嗎 警下三張牌啊 那二接了一的叉叉 六十八金水 那我作為一張好人牌 不得安排你們一張 品票PK的機會啊 對吧 你們可以打我說 你沒有思考量的 你不會站邊的 那你待在警下干嘛 因為我是一張好人牌 不太想上警 我就是想要待警下 嗯這就是我心路一船 這也不能怪我吧 這你會流失不能怪我 我怎麼知道都不投票啊 但九號玩家 在你的身體操 我操 等會 六號玩家 請發言 這是什麼病友局 我也在啊 我壓手也是有行動成的八號玩家 都在 聽完一號玩家發言 我是不太想去戰邊他的 但是呢 二號玩家總歸街茶茶了嘛 我現在實力下了 一號玩家給二號玩家發茶茶 無論一號玩家幾票還是狼人 或者預言大也好 二總歸得給你上票 七合情合理 我覺得他會去給這個一點票 我想再聽一下一八的發言 我就把這個手壓了 這我壓手應該挺正常合情合理吧 因為我是覺得一號玩家 有一點不好 但我沒確定你一定是個預言家 我想再聽一輪 誰知道呢 這個二號玩家七票了呀 挺上我覺得五號玩家還行吧 至於保四號玩家到五號玩家 我對他可能沒有啥特別大的 就是那個敵也好好感也好 再聽一發言吧 今天出二代別人沒啥了 我裡面還是個好人 我壓手就因為這個八號玩家 等一下我覺得九還行嘛 五號玩家請發言 玩一千局也不一定能遇到一局 請下四張牌全部棄票的 這好人優勢不就在於打出警匯流嗎 說實話也不能怨你們這幾張棄票的 二接了長沙誰能想到他不上票呀 下二唄 信一出二 那信八 八也說出二不心疼 所以說不出二就不講道理 那只能出二了 所以說其他的牌 六號牌好像也沒聽說你對四有啥敵 也沒說有好感的 因為坑總歸就那麼幾個 那四二敢把我一張好人牌 你如果說對四有好感 你要去打右這位多牌 當然你也沒表 再聽聽吧 哎呀 嚇嚇嚇 四號玩家請發言 我還以為是這個網易他又卡BUG了 因為我之前打過一個 我都想笑出來了 還是不允許刀人來著 我那時候拿個牢我人都傻了 刀都刀不了人 啥也不能敢 然後投票的時候大家都投票 我還以為卡那個BUG了 但是原來你們都是有原因 所以還不去投票的 那我覺得景夏肯定得開啡 我覺得六號玩家應該是個好人 二號玩家如果你是掛機了的話 沒有投票 我覺得我可能只能接受你這麼一個原因 不然就是你是個大哥 你不知道那個一根八的張牌是預言家牌 然後你覺得一號玩家可能是薄利度的 然後你就不敢上票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二給出掉 因為這個二可能是個大哥 只有我為什麼保持個五號小玩家 是因為他上一局跟我一起玩了 然後他圖像是隻小豬 而且是隻被揍扁的小豬 就想保護一下他 三號小朋友長得太彪悍了 就有點害怕 我只是一隻小貓罷了 小貓咪 保護小豬豬啊 我感覺你要盤二是個大哥 如果一是個預言家 然後他就不上票 然後去那個髒這個一 或者壓了一是個狼 狼給我自己放叉叉太生氣了 所以就都能有 可是如果這個二任狼 我會我會從頭開始考慮就是所有的 然後總共還得再聽呢 你出肯定是 三是個狼哈 三一聽就是狼 一三是兩匹狼 二號玩家請發言 我就是想上那個真的豐富 好嗎 我這邊是網卡了 我剛才點了8號頭像 然後點了投票 這票居然沒有投上 然後我看就是四張牌 都沒有投上 我就以為是遊戲的問題 好吧 結果你六七才跟我說 是因為是棄票的原因 沒有其他的 我這邊是張女物牌 十號牌是銀水 我擦 十號銀水 終於回來了 十號牌我被一號發茶殺了 如果我今天出不了局的話 三十二必倒 跟我說三十二必倒 為什麼 就因為就是你在一的周圍 你不去給十二發 對不對 偏偏來給我這個二發個茶殺 然後這個三號牌 還要這樣子發言 一號玩家請發言 我們好人可以一起 先把張二牌先出出去再說 好吧 明天的事明天再說 先把張二牌出出去 好吧 我也希望你十號牌都能歸票 能歸張二 好吧 不是去說張二牌跳了個女物 然後你十不跳 你十一不跳 你十二不跳 而且二號牌說了你十號牌 是個因素你十號牌就信了 我們好人是沒有視角的 他都可以隨便說的 沒有任何評據 當然你也是二牌 你也可以其他二號牌 真的沒關係 畢竟是一場遊戲 對吧 我只希望等會兒 我們好人可以先把張二牌投出去 反正我底牌是個預言家 張二牌是個殺 其實二牌還是個墨嘴 跳的女物 也不算太墨 十二號玩家請發言 他這個一吧 跟這個二跳女物沒啥關係 我聽預言家呢 就從來是獨立發言去找的 我認識是預言家 就把男投出去 這二號牌跳啥身份 他今天跳了個女物 你把他讀了就完了 大小籃這樣 也不要讓那個大籃 爆出燕眼信息 挺簡單的 這個一井上翻譯都報匪 好吧 六 棄票我能接受 棄那個理由就不可理喻 什麼叫你安排個品票PK 你平常安排 你在井下裡 你屁都放不出來 對吧 你只有唯一一個行使 你投票權利 你不許投你告訴我 你想安排個品票PK 你咋安排啊 他摸到井下一張茶沙牌 他還摸井下 井下一共四張牌 磁離線 那八號牌大老遠 給六發個精髓牌 你覺得這是六八算來的格局嗎 那為什麼八不給七發個精髓呢 為什麼八不給九發個精髓呢 那為什麼八號牌 不往後綴發一張精髓牌 後來身份定義呢 也不往前綴發 完全一點是考量都沒有 因為如果井下開出兩張拿安排的話 八號牌妥妥吃井徽 那有必要去壓井下嗎 只要看井下票刑就完了 所以一號牌就一定拿不起 在預言家牌 加一 十一號玩家請發言 圈品乾淨 十一號玩家發言 這個二挑了一個五 說實話沒辦法接聽 這個一呢其實我相信說說 我挺信他的 你要排一 他給二把井下的一張牌 八一張殺 那你就得排他井下七十六 裡面有他的狼同伴 這個八給了六發了一張精 這個六不可能是一的當同伴 十是一張離線的一張 七也是沒有給這個一去投票的 如果七是這個狼那個情況 他這一票肯定會去點閱這個一 所以一七是不公编 一七不公编 那这个十是离线的 这个十可不可能是跟一公编的 我们确定 他敢给锦夏爱发了一张 十二我觉得锦夏肯定是有那个的 要不他就是作为一张真语 对吧 他就是摸了这个爱 这个我不是女巫好吧 从逻辑上我比较偏信于这个一 十二的那个理论我也挺信的 好吧 但是我有自己的一个释放量 十号玩家请发言 十二号玩家已经跳出来 就不出场了好吧 就在一八里出 你们自己看 就不要在一二里出了 一号玩家 因为在你眼里反正二八两郎 像二号下八 对八号玩家来说 写评文明 那就因为二号玩家是女巫 他有评毒 如果因为在你的世界里 二号玩家一定是女 他有评毒 他活着比你又勇啊 对不对 所以就算你被投出去了 那他也会夺做一个狼人 如果二号玩家被投出去了 晚上八号你一刀是不是 嗯好人就很吃亏了 所以就在一八里头 开始放逐投票 哈哈哈哈 这三号小狼人 三号小狼人裸出来了吧 就两个狼冲 那两个狼还都分了票 一投了二三投了八 请发表遗言 晚上又问 有没有人跳 我一跳 你又不站我边 他妈都去打刀钩 打刀钩 可以啊 别让他弄鱼去 来说我一句话拍 是吗 哈哈哈哈 双心了我操 真的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被狼队友出双心了 你们这样子说一个大男人 一号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的哭泣 天黑请闭眼 气死了呀 一三十二长大了呀 天亮了 验十二只是给大家注入信 实际上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实际上我已经预判了他们刀十二 我不验十二不确定十二是狼的话 我明天可能盲目拍刀就输了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这个十二是爱读的 那这个二号这个身份 如一张身份是做事的 然后那二号为什么去读这个十二号 可能是因为一号的这个遗言 是吗 紧下十一张你的一张饮水 十二我觉得可能是那张 读对的一张男人拍 十号玩家请发言 就一号玩家的话不能全新啊 刀钩其实不一定他对了大刀钩 因为三号玩家显然是点了八号玩家 十一号玩家也是要赞 也是要赞一号玩家的 我没有投票呢 是因为我没有听完大家发言 我不想投票 这一轮我听完大家发言 我就会投票的 我觉得狼大概率没有打刀钩 刀钩最多一张牌好吧 我觉得他说的 也有打刀钩的最多一张 在他眼里 因为他只有两张队友 所以我听了十一的发言 我觉得他比不太像一个 不太像一个好人 然后其他玩家没发言没听到 十二号玩家我听起来 真的还蛮像个好人的 头一好玩家的 大概率我觉得好人还是偏多的 也不可能说全部打刀钩 九号玩家请发言 其实昨天二号的发言 其实挺不能取信人 一二的发言 其实是更不能取信人 他里外里就从来没有盘过说 二号一定是个狼 他在哈庭里 所以一号那个视角 就绝对是炸的 他如果是个院家 他就肯定是 必须要弄死这个二号 但他里外里的发言 其实就感觉很怯截 他很怕这个二号 是一个他那个 大哥狼同伴 所以一号就一定是个狼 这么说的话 一不认识二 那如果说外之为有女巫的话 就一定会读这个二 是这个理由吧 所以那个二 他就是那个真女巫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 就是我认为 就是在井上去保这个二的牌 就很奇怪 特别是在二拍出女巫之前 所以那个四号牌 就特别奇怪 他给我盘出来说 有的时候会 会什么网卡了以后 才会不投票 你知道吗 这个发言就特别奇怪 谁会去往那方面想 就我觉得有可能是狼人牌 在看着一张白牌 然后接着自己狼队有一张叉叉以后 会发出来这个眼 我觉得今天可以裸头四号玩家 那不可能四个是全卡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这不是二号牌自己说的吗 我不知道啊 那你这逻辑不是混乱的吗 二确实实在是个女巫呀 你说四是个狼 看见二号玩家是个白牌 还帮他说话呀 这不有个大病吗 我觉得十二应该是张狼人牌 如果不是的话 反正九十一里面有一个狼 我开听我自己好人身份 而且我第一轮的时候 我的上票性一路程 没上票的性一路程也说了 四张紧下的牌 四张全是好人牌 你们就四狼上紧 就去找这个格局 其实我觉得匪夷最大 就是这张三号牌 十一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敢保人的 我自己都保不了 我自己我还保别人 点八一票的话 那我觉得基于他能看清 他自己是个狼人牌的底牌 那为狼队友冲一票 我觉得没有什么 二六七十四张好人牌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 我们就去紧上找狼 九号牌聊起习怪怪的 要怎么出也要 这张三号牌出在四号牌前面吧 这你那个逻辑不成立哦 六号玩家请发言 那就三九十一 两个PK呗 十一今天的逻辑 包括他昨天没坠的发言 我说实话 我也没其他一大 听得进去 我是觉得他不太像好人的 九号玩家今天拿那个点 去打攻击四号玩家 我觉得九号玩家 可能也没有昨天那么好了 但是啊 基于三号玩家 去给八上了一票 三号玩家我没有今天发言 所以说那个二号玩家 听完三号玩家发言 你去三九十一里边 拉两张牌上PK台吧 为啥这个轮次不拍神分啊 这是我没想到的啊 五号玩家请发言 这轮发过言的 我觉得七号玩家 事价和我蛮像的 九号玩家为什么要 聊一圈盘 你自己的逻辑 来证明二是个女巫呢 你直接结构论来看 二个那坐着呢 它不就是个女巫吗 而且你要说 看了白天 你要说出这个四号牌 三号拖了八啥意思 三号想跟这个二号 唠唠curve要不就对跳女巫 你先聊三 你聊了半天也没聊这个三 说要去跟这个四拉PK 那四景上聊啥了 反正四当时保了我一下 我对这个四好感还是蛮大的 要拉PK 其实六号说拍身份也无所谓 一是逻辑有问题 其次打的人 所以说不需要拍身份 直接三九上PK 我是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十一这个发言就说了 那二十个女巫 十一这轮我也没太听出来 而且二末只为跳个女巫 饮水报的有点慢哈 当时我也是有点犹豫 有期票了 那今天结果用来看 你还盘啥呀 二女巫 我给他坐着呢 三头八 听三聊呀 听九聊呀 507大概率相好 10也应该相更好 四宝了 剩下的就是十一号 四号玩家请发言 嘿嘿小猪 我其实觉得九号玩家 他虽然今天点了我 但是他的轮次应该是 要靠一靠的 因为不知道二号玩家 为什么读到十二号玩家 但总归这是女的选择 小心别万一读到守 或者读到猎人就好 哪怕是读到一张平民牌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其实九号玩家的轮次 是在七三之后的 因为九号玩家 起码昨天 他是把狼人牌走出去的 他虽然点我 但是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因为我之前经历过 那个网易 他卡bug的时候 所有人没有办法去点票 然后我就想到 这一把竟然有四个人 都没有点票 所以我就在想 是不是卡bug 我想了想 六号玩家一定是个精髓嘛 其实我有点想 优先在三期里面去出的 三号玩家太彪悍了 我们小动物会害怕的 那个九号玩家 你就不要对我们小动物有什么敌意 我不会对你产生威胁 但你的轮次 其实是稍微往后靠一靠 你之后 你就好好表水就行了 我也在好好表水 不是在一起找狼吗 对吗 那个我还是保护一下小猪 打一下这个三号小魁 我过了 那不是账碑吗 三号玩家 请发言 要是想打我 你就大大方 在这小猪小魁 你知道我怎么盘你吗 我其实夜里就知道我 因为我看这个一是一张狼人牌 不守不仁 然后我知道是我的文字 就是为什么觉得八比一 更不像一张冤家 我昨天都聊过了 然后为什么二在后边 跳了女后我还账心呢 是因为二的位置已经是墨这位了 后边只有十十一十二 如果十是第一天的刀口 那十这位置就不可能了 后边就只剩下十一十二 听发言就觉得二和八是两张狼人牌 所以我投的是这个八 这个十二我觉得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一他昨天临走 发言的时候他有两个剑 我觉得十二应该是一张狼人牌 今天这个十一可能 因为十一它是一张严性不一 他在那个位置在二 跳了女后他还是去打 一更像是一张原假 然后他最后 他今天也没解释他为什么没投票 就是我觉得十一是两个原因 二号玩家请发言 初三重申一遍 初三 女巫如果有两瓶毒的话 我昨天晚上一定读了三十二 好吗 为什么三十二里先选了这个十二 先让他先走快一点 三你跳什么都没有用 好吧 你莫是为我要出你 你跳个手 跳什么都没用 女巫带你出三 过了 开始放逐投票 你要是说大哥这么早就开刀了 那大哥也太爽了 天黑请闭眼 你的伪装 完卜我的意 什么叫翠伏第一名人呀 卧槽 狼人请行动 哎呀 我将展现 你们不曾见过的力量 天亮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首先说一下这一轮为什么还是弃票了 上一轮呢是山的一个轮子 我觉得在他的那个位置来说 拍个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因为他不拍木的情况下 你们都是要去点那个山 你看他现在拍了木 你们还是去点山 我们去载掉 二六载掉 五九十里面 要不就是你们投他理由 要不就是你们三个人里面有一张木 如果三号作为一张真木 这个情况下 那你五九十里面就是产狼的 我是这么觉得 好吧 你五九十里面肯定是要出狼的 且我觉得可能出两张 因为他是一张木牌 你除非你本人是一张木牌 不然我觉得你们这一票 不会去点了他这个投票 我想说的 实质作为一个好人的一个思考量 九十我们再算一下 一张狼人牌 二张五牌 我把三星算成一张木牌 六载掉 那四五里面 按照左两张右两张那个格局来打 你四五里面就得产狼 那我可能出现 你在你这个五号 一号给二号发查三 那他的警校可能是有狼队友 但是这个七呢 没有去给他点票 那你这个十 你十虽然是作为一张饮水牌 你在投票环节的时候 你是离线的那种状态 十这个饮水 我是现在不相信的 你上一轮就说了 这个二毕竟跳一张木牌 那这个三现在也跳一张木牌 你为什么不信他呢 要不你十就是要木牌 要不可能你是个大哥牌 我是这么认识 十号玩家请发言 这十一号玩家前面了得还行啊 你打我你就直接说我是大哥嘛 十一号说的不对啊 三号跳了个木 首先他是个木之为跳的 如果他是第一个跳的 后面没有人捶他 那我们可以信他生个木 木之为跳木 跟跳平民 没有任何区别 那就二号玩家走 你投不投票 三号玩家会被投出去的 那我投了一票呢 你要猜我的身份了 到底三号玩家是木牌 还是我十号玩家 我信三号玩家是个狼走的 我觉得这一轮 依然觉得十一号不是很好 特别是木之为他想打我 又不是打这一不是很死 那又之为你也想打七呢 也不敢他打得特别死 那我听的话 其实四五六 我觉得听起来都好 那六号玩家就不说嘛 是精髓 那又之为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不好的 最差的是十一号牌 错了是九号牌 然后七号牌还行 九号玩家请发言 十一号牌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质疑你十号牌的原因 其实他是很不充分的 他打你是大哥 前之位有两张牌 一张二是确定的牛牌 一张八是确定的愈言家牌 那在不确定这个十号牌 到底是什么牌的情况下 肯定是优先级去到这个二和八 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 去质疑你十号牌 没有道理的 我刚开始为什么认为四不好 他是第一个保二的 在没有二排出来身份之前 所以我对他产生了怀疑 你明白吗 后来去想这个事的时候 但是后来想想 那他说的这个东西也有道理 那确实是减下四张牌 都没有上票的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卡 所以我当时我就 在犹豫这个四 是不是我打错了 我为什么去点票那个三号牌 二去强势归三的时候 三是必然出处的 明白了 我为什么没有优先级打三 因为起先 我是最开始就是认为二号牌 是让狼牌 就是说白了 因为他没给八升票 我就是认为他是让狼 三上演那个八号牌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也没啥毛病 所以我没有去左中打这个三 但在五七毛头点到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很奇怪 七号玩家请发言 怎么知道点到你啊 我在点蓝坑啊 我其实最奇怪的一点 是这张四号牌啊 这张九号牌打你 你是要去保他的哦 然后前两天 你是要去保这张五号牌的 我认下你这张四号牌 因为我觉得 这号牌是让狼人排的话 不可能去 去保这张二号牌 因为二号牌是所有人 去扛推的一张牌 你不可能去保这张二号牌 我起身保你 你昨天那个轮次 打我这张七号牌的 我不知道你这个视角 是怎么进来的 你拿什么身份保 五九两张牌啊 昨天那个轮次 十号牌今天起身 真的我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这张好人排你 其实你讲这种话 其实是挺寒心的 首先你不是张守木 你告诉我 昨天那个轮次 三号牌一定会被冲出去 你不知道三号牌 到底是不是这张 好人排的情况下 你去点这张三 因为你听了这张女巫牌的话 你去跟票出了这张三 那你脑子呢 你没有自己思考量啊 除非说 你是张好人排 你真的是张好人排 你去票也行啊 你去点三干嘛呢 那狼肯定去点三啊 而且我现在还不知道 这张三号牌 到底是不是张狼人排走的 那一肯定是张明狼嘛 三十号肯定有一张狼嘛 那好的情况下三张狼 但是我觉得 最后的打算 就是两张狼人排 不懂这张四号牌 凭什么去保这张五跟九 没了 无所谓啊 反正输了也不是我的错 六号玩家请发言 对呀 反正输了 跟咱们也没有关系 是二规的三 我今天想把十一点了 你底牌不是个手牧人 但是你不知道 三号玩家底牌 是不是个手牧人 所以说你不敢去点这个三 那你没有听见 三号玩家 莫说说 我要把这个十一点出去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像狼吗 而且三十二里边 开一个 我底牌不是个手牧人 到我这个位置 没有人跳 四五底牌 没有什么人跳的话 三底牌 就是个手牧人 五号玩家请发言 别管四五 跳不跳 什么手牧人 一个轮次问题 愿家走了 女巫走了 十二号被读的啥 还不知道 如果说三真是个手牧人 基本上就一定输了 这板子有个那个十项鬼 可以验人 好人要想赢 只能盘 要么就三 要么就十二 被读的了 你不然这么盘都没得打 我为什么投三呢 三的最后那个发言 我觉得 一个是轮次问题 一个是我觉得 你要么七票 你要么就投一下一 你最后你投了一小八 就你一个人投八号 你不觉得你的想法 跟大家想法有点出入吗 所以跳手牧人 二归了三 我觉得他也不像 我就投了三 十一号你这轮发言的问题在于 就算按三是一个手牧人走的 你凭什么就按三是手牧人走的 你还七票 你如果说按照你这么说 就刚刚的轮次问题 这是一个轮次游戏 你盘三是手牧人 那场上几个狼呀 那人家是不是拍刀了呢 而且还打十 十号能在最后说 改轮次改到一八里面 且看票行 以至结果论来看 八是不是月 十次又改轮次说 别投二一八里面把一投了 那十是不是大概率好 你这还打十 你不是走远了吗 九号还打四 总归你九号也投了一 今天大概九岁里面 我可能下这个十一 好吧 游戏不结束 那明天九号咱俩落坑呗 七号跟我的时间很像 但你今天聊这个三的问题 我不知道 也不止一个人聊这个问题 一个轮次问题 认三这什么人就没了 只能认三 要么就十二倍读的 就下十一呗 四号玩家请发言 我先跟七号小玩家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 明天单票去点你 我底牌不是一张守木人 三号玩家 哪怕他点错票的情况下 他跳守木人 我底牌跟他不冲突的情况下 只是不敢冒险去点他的 因为但凡把他点出局了之后 晚上大哥去验一张牌 可能把他跳验出来了 然后这把游戏基本上就没了 所以我不能去单点他 你问我为什么去保五根酒 其实我并没有去保五根酒 只是我说五酒的轮次 是我这个之后的 因为这个五号玩家 就是纯粹的是开玩笑 因为我上一把牌到过一起 觉得挺有缘分的 觉得他这个猪挺可爱的 然后本着 可爱 一会儿就给你洗头 所以我就没有去投他 至于保这张酒 是因为九号玩家 在那个地方 他如果是一张老人牌 他其实是可以像你们一样 就是不去投票 或者是投一行票 但是他是把那个一号玩家 投出去的 所以他的轮次一定是 在你们这些弃票的人之后的 在井下已经开出来 女巫以及金水 还有一张饮水的情况下 我只能单点你七号玩家 可能真的搞错了这只小猪吧 因为我听七这一轮的发言 又不太像 我觉得九号玩家是好人 十号玩家是出水 我觉得十号玩家不太能够 所以应该最后两狼 就处在五个十一 那先点十一就把十一点了吧 点十一不结束 就再说吧 开始放逐投票 完了 这局太难了呀 十二号要不被读就好了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请发表遗言 你五号知道是一个轮次的原因 你五九十里面没人跳守木人吧 那这个三号是不是可能 是一张真的守木人走的 不相信他一张真守木人走 八预言家走的 二礼物肯定是要走的一张牌 对吧 还要把这个守木人 去带走的一张牌 那就是一个恋人 明显的就是两个神已经走 对不对 有大哥在场 那我觉得你现在你三郎控场 不对 我本来以为是 一一五九十三郎控场 十二号可能是独 是一张好人牌 现在我觉得可能是 一五十十二 好吧 你十号牌我是不会去信的一张牌 对吧 他是一张神 且你知道两神将会走的 你告诉我 守木人和平民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你五十算狼 九我不确定 一张恋人牌 应该在这个六号牌 六号应该是个张恋人 我就说一张平民牌走的 天黑请闭言 实相 我见过他 让我想想他是谁 守木人可这儿呢 不能刀刺呀 刀刺他肯定不带六呀 六是金水呀 三郎控场没狼了呀 既然你们做不到 那就让我来 天亮了 五号玩家 十一郎走的 这个跳行以及我吃到的信息 就可以差不多87.5%以上 九就是狼了 从最一开始 三是个狼 因为三跟我对跳 三是个狼 九号那天聊四不聊三 其实当时我是知道的 但是我没有硬说 不害怕 让狼听出我是守木人 跳行一出来 而且十一号一言还说六可能是个枪 你这就暴露了呀 因为六是个精神 你聊六什么身份干嘛呀 那六倒台了 那也无所谓 那我觉得场上最后一郎 因为七的视角跟我是很像的 十的发言在我是暴水发言 且十一是我验出来的狼 十一一直打十 而且十最后能安排平票PK 我觉得十大概就是好 十是一个好 四一直保我 且你是个狼不可能说 你保了二保了五 因为我是一个好二是女巫 你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打成焦点 七的视角 我最开始比如说 你视角跟我很像 且票行反映出来 你七也大概就是个好 那就九了呀 对不对 那全票下九 那只能说九号 你跟我对象守木人 九号跟我对象守木人 我就跟九评票PK一轮 看谁聊得过谁 没了 我觉得我这个发言 就完全可以 把九下掉了 我觉得九大概就一郎 没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我真的觉得九不太像了 我觉得十也不太像了 你说十一是这个 十一号玩家 昨天就一定起码有两张狼人排在场 那大哥验了三天四天的人 那你是个守木人 我是个猎人 怎么可能不去叨叨你呀 因为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我听七是个铁平民 九也是 我觉得守木一定是出在六根水面的 昨天六跳平民 那狼刀为什么会落在张 小猪 小猪我感觉我被你欺骗了我的感情 我不太相信你是个守木人 因为六昨天已经跳平民了 那他跳平民肯定是 那个狼刀一定是往外之位的 神牌去刀 他刀六干什么呀 我觉得我们俩最后的信任已经崩塌了 我现在觉得气得不太像 我的天哪 我在听听发言 我在听听发言 感觉我的内心 我好怀疑这只小猪 你们懂我的心吗 它真的不像一张木 但是 十号玩家请发言 这十号玩家有点迷了 因为你盘嘛 三号玩家是墨 二号玩家是女巫 八号玩家是愿家 如果有两狼都不用演 直接到你四号玩家就结束了 你跟我说为什么会到六 说明场上还有小狼在 大哥他都不知道走没走 他还真的大哥跳呢 对不对 大哥我盘可能在 也有可能三十一没有大哥 就他走的时候 他没有认大哥 因为他可能他的信息 没有查出来神 就说白了 我是信五号的 但是我觉得五号玩家 他跟我说九十了 但七九其实我没分出来 为什么 因为七号玩家 他上一队虽然投了十一 九号玩家没有投 但九号玩家 除非你跟我说 三号玩家是大哥 他不认识三号玩家 九号玩家 所以他投了三号玩家 而十一号玩家 一看就是个小狼 我一开始我就说 十号好人十号好人 那凭啥对我反感 对不对 对吧 因为九号玩家 是跟我一起投了三号玩家的 所以十一号玩家一听 从一开始听 我觉得他是这个了 十号玩家 你就不要旁我五十两了 五十两了 你都直接就不用演了 五十两了是不是有得有大哥 是长生的验的差不多了 有大哥我们一定输好吧 有大哥一定输 因为有大哥不可能叨到六 有大哥一定会叨到五 或者叨到四 就不可能叨到六了 我会在七九里下 就是十一是最差的 过了十九是比较差 七是九轻最好的 九号玩家请发言 首先这个 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的戏路程 给你们聊明白了 第一那个 我不是狼人 我也不是石像鬼 第二我也不是守护人 所以我不会跟你五号对告 因为我昨天点票的七号牌 我认为七号牌是让狼人牌 因为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不拍三 我跟你说很明白了 因为我第一开始 就根本没认为二是一张女物牌 七头九 明白吗 石头九 我头九不就糊了吗 七有上PK我也无所谓 四一个人点我 他们上PK我把四打掉 所以这个位置有人挂八的话 我觉得他是有好人面的 因为我本身就没让二是一个好人牌 但是后来一号聊得很爆炸 所以我点了那个一号牌 所以我去点了那个一号牌 总归没错 我是个好人牌 我这个位置我要是让狼牌 我就跟你对跳什么人 或者怎么样 不是狼 我认为七号牌是最有一个狼人牌 七号玩家 去打九 别打我哈 打九 我不想出这张九 你还在盘我四张狼人牌 这张五号牌 跳木都要干死 你还要打我四张牌 我觉得这张五号牌 不太像 你看啊 在他视角里 一三十一 三张狼人牌 在他视角里 就一张九号牌 十二是被读错的一张好人牌 那个轮次 如果说三九两狼的话 九号牌还要去点这张三号牌吗 一三十一里面 哪一张是大狼牌呢 十一一直是弃票的 齐山告诉我五号牌 告诉我十一张狼人牌走的 我不知道啊 出错就没了 我觉得厂上不可能两狼人牌 两的话你就自爆了吧 十号牌 你到底是不是张狼人牌啊 谁能拿得起木呀 去刀六干嘛呀 问谁去刀的呀 还有三十秒 我还没想透 我觉得九号牌 是张狼人牌的话 这个轮次不能 不能这样吧 咱三七票吧 再PK一轮 我其实在想 在想听听 好吧 五九呼头吧 九号牌你投我 你就没了 真的 开始放逐投票 请发表遗言 那两张网上拍 五九啊 没有 就我一张了 天黑请闭眼 哎呀 艳穿了呀 这都 你的伪装 瞒不过我的眼睛 艳穿了呀 狼人请行 啥要是不被毒 打的也不至于这么费劲 我跳守木人九号 不敢打我 他只能敢打七了 因为七对九也没啥好感 我一直跪舔这个七 没想到九去打七了 七反而反过来 我将展现 你们不曾见过的力量 其实说不说 他们自己盘的话 他们自己也能绕进去 我不想 不想嚼碎了胃给他们 如果说他们顺着 我的这个逻辑去盘 这是一个逻辑壁花 我盘的一三十 一九是对的 哎 我对不起 这就是证据我的代价了 我对不起 不好意思小猫蜜 又给你上课了 小猪 你为什么这么欺骗我 小猪 我真的 我的一片真 我真的 我当时听这后面的发言 感觉不像 我跟你说 一里那个12说20 我想说 就是我想上电视 我跟过来一起想说这个 12通身份吗 11号小玩家 不好意思 12号小玩家 不是给好人让轮次吗 不是22告诉12 是12告诉了上电视 5号小玩家 你是什么主播呀 颜值主播 偶尔玩点技术 跟你跟你本人头像一样的 好看 你在哪里 我在地站 地站叫九尾灵狐吗 你搜蓝莎就能搜到我 这么厉害 你是一个很多粉丝的大主播 也不到不到200万吧 最近也好久也没看 你搜蓝莎就能搜到我 前几个视频 有我猪头头像做封面的 好的好的好的 我等会就去搜一下 拜拜去复盘了 咱就是石像鬼转世 石像鬼就B 其实我一开始就在铺垫 我得赶紧把这个 10号玩家舔舒服了 我把气也舔舒服了 我就只打两个人 我只打9跟11 这7打9 9平啥听你7安排 要平平要PK呀 这人性这一块 咱只要舔对的人 打对的人 咱就可以人性角度 就把他们干出去 2号如果说开眼的话 12告诉2谁是狼 那我赢了 那我岂不是更牛逼呀 那把3放逐了 把12毒了 那我更牛逼了呀 一天把1号汉掉狼放逐了 第二天把12毒了 把3放逐了 也就是说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全是我自己干活 那我就三天疯狂刀人呀 狂咽狂刀 小猫咪来了吗 欢迎欢迎小猫咪 看来咱还是有知名度的呀 你搜蓝沙真能搜到我 还是说 咱B站蓝沙主播太少了 这个7是个主播吧 我们看到视频是那个猪 这个7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能上电视了 聊点场外 因为我是女物牌 我就没必要在这里聊聊其他的 这个7好像是那个主播 那个猪 叫什么去啊 不好意思我关注的太多了 不太记得你是谁 卧槽太伤心了 我那天遇到一个人说 我关注你了 你是个主播吧 你是不是抖音那个什么大狼 人都傻了 就你的视频还是挺不错的 比较灰血 别的没了 啊 比较灰血 对话7号玩家 说我是你的粉丝 不是我认为认对啊 因为在抖音上 说的那个叫什么 迷大狼 你7号玩家回答我一下 你是不是迷大狼 我怎么跑某音去直播了 我签了约 我可是要罚款的 我跟B站签约了 你跟我说我去某音直播了